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比赛过程来看 黄马在攻防两端的表现都非常出色 不仅攻入两球拿下新赛季西甲首胜 在防守上已经给了赫塔菲一次胜门的机会 虽然对手实力不算强 但黄马专注的比赛态度还是令人称道 双方首发皇家马德里首发 1.纳瓦斯 12.马赛洛 4.拉莫斯 6.那乔 2.查瓦塔 2.22.伊斯科 58.14.卡赛米罗 8.克罗斯 24.塞瓦瑞斯 71.莫德里奇 2.零 埃斯西奥 11.277.178.斯克斯 9.本泽马 未上朝替补 25.库尔图瓦 5.拉拉内 21.马月拉尔 28.维米修斯 赫塔菲首发 3.大文索里亚 6.塔夫雷拉 2.达克纳姆 4.布鲁诺 刚范雷斯 22.达米安 苏亚雷斯 11.埃马特 恩迪亚 58.7.海梅马塔 10.柴奇 20.马克西莫维奇 18.阿兰巴里 8.博尔丁略 64.23.阿兰霍 19.莫莉娜 7.114.费尔西 瓜迪奥拉 未上朝替补 17.7.索拉 3.安图内斯 9.安赫尔 罗德里格斯 21.米奎尔 黄马 的新变 的祖赫登场 埃森西奥 出认为就协助贝尔 尽管黄马 有多位修员 由于征战事件 被导致归对教完 没有随队前往美国 参加季前赛 但洛培特吉 还是抓住了 有限的机会 进行主题演练 一是对于球权的 控制和反响 如今的黄马 非常注重控球 并且球员彼此之间 的穿插 跑来配合 也非常鲜熟 在丢失球权后 洛培特吉 也主张 要快速赶上 此一门 林峰赫塔威 正是黄马全队 都保持抓住的防守 注意力 20C罗里队之后 的风险改足 洛培特吉 选择重用 埃森西奥 将其设置 维雷9号 游走在贝尔 与本泽马之间 埃森西奥 逐渐成为 黄马主力 已是大势所趋 他在季前赛中 就已经展现了 出色的状态 早在洛培特吉 直较西班牙 国家队时期 就曾将埃森西奥 放在中路 结果在市域 在中西班牙 2比0击败了意大利 在黄马 埃森西奥 也逐渐靠向中路 如上图片段锁势 埃森西奥 在中路 却可以串联球队进攻 也能与本走马 形成联系 完成射门 埃森西奥 跑动能力出色 活动范围非常大 他的精准 传中球 以及反击中的 快速推进 也符合贝尔的胃口 在这场对战 赫塔飞的比赛中 阿森西奥 就积极把枪 并且逃不贪攻的船 给了前插的贝尔 后者也不负重望的 破门得分 在庆祝进球时 贝尔与阿森西奥 也紧紧拥抱在一起 正式宣布 Badf 风险新组合的登场 但BA B组合的问题 在于得分效率不算高 众所周知 菲罗射门手段非常全面 并且其第一下 机球的精准度 也让诸多射手 望尘莫及 在游门的首秀中 虽然菲罗没有进球 但他的远射 基本都能给对方门将 带来威胁 而本泽马和阿森西奥的问题 在于直接冲击 球门的锐力不够 两人都贫重于侧镜 所以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黄马得分的重任将更多转移到贝尔身上 黄马三次后卫切换有趣 面对高位压迫一就从容控球 11赫达杯的阵型接近4-5-1 在中前场布置重兵逼抢和压迫黄马的出球 并且侵略性也非常强 此举极大程度效仿了几天前击败黄马的马进 在开场阶段黄马射门的机会并不多 经历大多数都消耗在中场的拼抢和控制上 而黄马的特点是在三四后卫之间切换 这其中的一导者是托尼克罗斯 当黄马三后场组织进攻时 克罗斯要在两名中卫身前拿球协助输理 而马赛罗与卡瓦哈尔基本处于中场线附近 二人无需承担组织的任务 可以将更多精力留在支援前场上 而在防守时 随着两边的快速回收 黄马也能形成五人防线 这一点防守细节是本赛季的新变化 此与克罗斯共有118角传球 只有两次传球没有到位 传球成功率高达98% 同样之引试自西下2005-2006赛季 已经该技术统计以来 黄马球员传球成功率的最高纪录 这是克罗斯精准的短船 以及中长距离传球 使黄马横纵空间都能彻底被打开 七一号冷静的思雷和出色的大局观 精密的引导着黄马的进攻 尽管赫塔飞在高位展开逼抢 但黄马并不慌乱 很好的进行着导角和转移配合 展现了技术优势 此消避兆之下 赫塔飞的体能迅速下滑 黄马一旦突出重温之后 将是巨大的进攻空间了 而此一夜黄马的进攻也基本在左路发起 尤其是马赛洛制造过多次威胁 随着本泽马拉边协助以及伊斯科的接应配合 黄马在左路能形成强策 贝尔内收在两名中位之间强点 加尔哈尔则前差后点 黄马依靠此类方式 差点收获进球 可惜贝尔的偷球打中了横梁 但加尔哈尔却打入了黄马本赛季 在西仔的首例进球 至于他在进攻时的位置是密不可分的 最终黄马二比零击败喝咖啡 取得了赛季的开门红 更重要的是 在输给马进之后 洛佩特基也让伯纳乌球迷 看到了自己的态度 但赛季漫长 由于这位西班牙教练的考验 还有许多许多 ZN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感谢观看 在印的尽力下 再评论